我手上这台iPad mini 6是2021年10月份购买的 到现在也已经使用了两个年头了 先说结论 iPad mini 6在我生活中的使用频率非常高 而且也在我的工作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那在2023年还值得购买吗 是等iPad mini 7还是购买现在的iPad mini 6呢 我会和大家分享我的长期使用体验 再来给你一些选购建议 欢迎收看新的一期视频 我是一平 我分成了四大类来和大家分享 分别是长期体验 影音娱乐 工作生产力 以及配件的选购 这期视频没有任何广告 请大家放心使用 首先我这台iPad mini 6是64G的版本 也是最有性价比的版本 在存储方面大家可能会觉得不够用 而选择更贵的256G版本 但在大多数的时间中 我的很多数据都储存在硬盘和网盘中 如果有需要呢 就直接在线浏览或者外接硬盘 如果你是更偏向玩游戏的 那还是选择256G的版本吧 但是对于我而言 我用iPad mini 6玩游戏的情况非常少 我玩的最多的平板游戏也就三款 第一款呢就是我的战争 然后金产城还有泰拉瑞亚 更多的时候 我会用iPad作为一个载体 连接手柄串流PC来玩一些3A大作 这其实是一个比较讨巧的方法 然后其他情况 我更愿意用Switch来玩游戏 iPad mini 6的果冻屏 在刚发售的时候被大家一直诟病 我一开始入手之前呢也是有些忐忑的 但是在两年的使用当中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这块所谓的果冻屏 在日常的使用中真的感知不到 这个问题也没有困扰到我 在续航方面 mini6 19.3瓦时的电池 在一开始来购买使用的时候 续航是非常顶的 到现在的使用上呢 虽然说电池的健康度有所下降 但也丝毫没有给我带来这个续航焦虑 mini6 293g的重量呢 相当于别的iPad 单手握持的压力也会小很多 超小的体积放到我们的鞋跨包里也非常轻松 可以说是弥补了我们小屏用户的大屏需求了 iPad Air和Pro对于我们的日常出行来说 有一些太大了 mini6则是刚刚好 在影音娱乐方面呢 我除了和大家一样 刷各种网站的视频以外 我还会下载很多国内没有的高分电影 以及很多网剧到移动硬盘当中 这样呢也就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影音小天堂 一是不占用iPad储存空间 想看电影呢 就一线直接连接硬盘看电影 像我们在飞机上的时候就比较合适 然后呢就是看电子书 虽然说电子书在手机上也能看 但是iPad的屏幕尺寸 与我们常看的书本的尺寸是差不多的 在视觉的观感上也较为习惯 如果是用手机看的话 多少会感觉有一些局促 如果你是带几本书出门 那不管是重量还是占用背包的体积 在我们出行的时候都会带来不太好的体验 而你带这块小平板出门呢 就能实现读书自由 当然如果你不喜欢读书 然后想要买一台iPad来培养你的读书兴趣 那很大概率 mini6会变成一台摸鱼神器 而mini6只会给喜欢读书的朋友提供更轻便的出行 在玩游戏的情况下呢 我前面也说了 我很少用mini6玩游戏 虽然说大家都说mini6是游戏神器 而我的情况呢不太一样 有时候可能性质来了 mini6连接Switch的Joycon手柄 也可以连接索尼的PS5手柄 在睡前呢 我会通过串流的方式 把PC主机上的画面投到mini6上面来玩 这种玩游戏的方式比较冷门 但好处就是可以不占用iPad机身存储 实测下来呢 玩游戏的延迟是很低的 大家如果对这个方式感兴趣 扣个1 我之后会结合大家的需求 专门出一期教学视频 大家也可以提前先关注我一波 很快呢就会和大家见面了 iPad mini6在我的工作中呢 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像有时候在电脑面前码字啊 突然有紧急的事情要出门 我会先把这个文档呢 保存到云端 然后带上手机和mini6就出门了 在空的时候呢 我会切成竖屏模式来进行简单的紧急打字 我没有给mini6配专门的键盘 因为这样呢会增加重量和体积 临时打字呢也是够用的 因为我在拍视频的时候 会根据分镜脚本来拍摄画面 mini6呢就可以给我提供这个需求 小巧轻便的体积呢 可以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甚至你口袋大一点 那揣到口袋里也是可以的 在我的视频工作流当中啊 我会在拍摄时就像现在这样 会用到提示器 mini6不大不小的体积呢 正好能够给我提供显示内容 不会像手机小到自看不清楚 也不会像pro那样太大而非常的夸张 那拍摄完呢 就可以进入后期的这个剪辑流程 那mini6呢就可以作为我的MacBook Pro的副屏 来协助我剪辑调色 这在我出差和出行游玩需要工作的时候呢 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mini6搭载的是A15处理器 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也是非常能打的 你使用LumaFusion来进行一些日常的Vlog剪辑也是够用的 最后一点非常实用的功能就是这个F Monitor 这一款相机监视器软件 可以实时传输相机画面 延迟呢也可以接受 还可以远程无线控制相机参数 只不过这个APP只是和索尼的相机用户 在拍摄中呢也给我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 然后呢就是配件的选择了 我选择的是一个磁吸保护壳 加一个Apple Pencil的笔套 没有别的花里胡哨的配件 主打的呢就是实用 非常感谢你能够看到这里 那在2023年年底 纠结是现在买iPad mini 6呢 还是等iPad mini 7 那我觉得其实你可以观望一波 如果mini 7出了 会有更强劲的性能 和更高的屏幕亮度和刷新率 mini 6的性能呢 在现在也是非常能打的 但是mini 6发售了这么久 在市场上的价格却没有怎么降 也说明这台机器的综合素质确实不错 如果你觉得mini 6的各项性能 对于你来说已经足够了 那可以等mini 7出了 再买降价后的mini 6 如果你不想等mini 7发布之后再买 也可以等等双11是否有折口 总之iPad mini 6在2023年 我也是非常推荐的 当然你还是要结合自己的使用需求来选购 好的 以上就是我使用iPad mini 6 两年的使用体验分享 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 不妨给个三连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